大家好,欢迎收听升旗翼普通话频道 农历年之后,中国大陆的结业潮 还有失业潮才开始正式大爆发 中国大陆的农历年刚刚过去 都知道中国大陆本身的经济环境一点也不算好 其实中国大陆经常说的赤热经济来来去去主要是集中在大城市 但是中国大陆的大城市并非多得数都数不清 可以想象这些四五六七八线还有香蕉的情况 每年中国大陆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进行全国大间隙 原因就是有大量的农民工需要回乡过年 但是在今年回乡过完年之后 就发现自己已经失业被解雇 因为再雇了农历年之后 大量的厂家和商家要结业 因为实在是太多工厂倒闭了 很多人回到乡下 过完农历新年回来之后 就发现工厂已经消失了 导致在大城市的附近到处都充斥着失业大军 当然也包括一线城市之一的深圳 还有就是义乌 早前中国大陆宣布要举办一个2024年的春风行动 说要提供3000万个就业职位 结果却到处堆满了失业的人 失业的人比招聘商 还有招聘的空缺职位还要多很多 但是这样的现象大家应该老早就知道了 因为中国大陆现在的失业率空前厉害 而中国大陆启动了维稳机器 中国大陆所有的失业消息和影片被他们用尽办法掩盖 结果有很多人翻墙是用推特来发布消息 叫家人不要再来义乌了 因为实在是太难找到工作了 可能找一个礼拜都找不到工作 也有人在网上张贴了深圳粪达科技这家工厂的放假通告 原来在去年 深圳粪达科技就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抗议 去年已经无故宣布放假一个月 也逼迫员工搬到珠海的工厂 不愿意搬过去的就要主动离职 结果导致工人罢工抗议 后来又再放假两个月 现在中国大陆更是出现了解雇潮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因为中国大陆的政府对企业从来都是零帮助 只会不断向中国大陆开场做生意的人进行勒索 其实哪怕有一点点中国大陆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 在中国大陆做生意经营非常难 因为你赚了钱 官方会来抽中税 你赚不了钱 他也会来抽中税 如果是在经济畅旺的时候 在中国大陆似乎可以赚到钱 这是在以往 尤其是2019年之前对上十年的现象 在中国大陆好像做什么都有钱赚 不过这只是错觉 其实中国大陆能做的只有你背后有后台 就是有贪官 有官场有人撑腰企业才能够做大 否则你在民间 想致富真的相当困难 欢迎听众们 今天我们将深入了解在线安全的世界 聚焦一款备受主目的VPN Surfshark 在众多VPN中 Surfshark以其超值功能和良好口碑脱颖而出 但真正的问题是 它究竟能提供多少保护呢 现在让我们谈谈功能 Surfshark迎合VPN新手和老手 具有异于导航的界面 它涵盖了所有基础功能 同时保持高速连接 突出的功能是什么 Surfshark允许您在一个账户下 连接无线数量的设备 不需要多个订阅 这是一个适合家庭的VPN解决方案 安全至关重要 Surfshark采用256位加密 几乎无法破解 而且最重要的是 严格的无日之政策 确保您的数据始终属于您自己 关于速度是否有疑问 即使在远程服务器上 Surfshark仍然保持稳定的连接 仅有5%的速度下降 它是您快速下载 无缝游戏和无缓冲流媒体的保持 我们认识很多在中国大陆 能赚到钱的人 他们多数都是从事一个行业 就是做中国大陆的山寨货 就是做其他国家品牌的盗版 这是中国大陆最多平民 在做了之后能够发财的行业 因为中国大陆本身是一个山寨大国 最恐怖的是什么 就是中国大陆连山寨厂也不让你做 因为中国政府已经搞得 整个中国大陆的订单都没了 习近平的战狼外交 新疆事件 香港事件 中共病毒 种种原因加起来 整个西方世界终于觉得 不能再依赖中国大陆的生产线 一开始当然是很痛苦 因为在欧洲的零售 其实到处都充斥着中国大陆的电商 比如义趣 或者是亚马逊这些最热门的平台 在价格的竞争方面 你跟中国大陆的次等货品 根本没办法竞争 因为它的价格可能只有欧洲的货的三分之一以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英国这里致辞 都充斥着大量中国大陆的廉价货品 而且价格竞争优势相当强 当然后遗症也有很多 它会包装的自己跟欧洲的产品是一模一样 包括对方所有的参数 举个例子 一个1000瓦的暖炉 欧洲货可能要卖200元 但是中国大陆可以弄一个1500瓦的 价格是80元 那大家会怎么选择 当然是会一窝蜂地跑去买中国大陆的山寨货 而这些山寨货功率根本完全不达标 而且毫无保养 但是价格就相当吸引 最近中国大陆的拼多多 就是TEMU这家公司也在英国展开了猛烈攻势 几乎是在贴钱给电商做 我们也买了不少的大陆货品回家测试 如果那一件是硬工具 例如刀叉餐具 或者是班首 这些一类的大陆货当然不会有问题 因为班首无论你怎样用也不可能会爆炸 但是如果涉及一些比较复杂 有电子零件的 我就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中国货的损坏几率极高 而且是极高速 我曾经买了一台暖风机回家 非常便宜 我看到正在做超级特价 所以就买了一台回来玩玩 结果在一拆箱之后使用 不到三分钟就短路烧坏了 而且还有一股狐味 幸好没有爆炸 理论上在大陆做山寨厂 好像赚钱很快 因为他们卖的东西 有很多都是劣质产品 如果是质量比较好的 他们又会当成是名牌来卖给你 名牌卖一万元 他们只需要两三千 那你说是不是会有很多人抢着要买 因为在中国大陆 知识产权是用来侵犯的 不是用来保护的 所以他们可以尽情去抄袭整个世界的货品 使得他们自己飘飘然 觉得已经崛起了 其实是全世界在纵容你抄袭 就是抄别人作业的人以为自己是天才 可以把考试第一名的人比下去了 还有一点就是 以前做山寨厂真可以赚很多钱 但是由于现在没有订单了 官方却仍然会向这些厂家进行磕索 所以这些厂商也就只能够去冻崴脑筋了 就是趁农历新年的时候 大规模解雇那些血汗工厂的员工 所以现在中国大陆爆发了断崖式的失业率 失业大军遍布所有的地方和大城市 我们都知道生活不容易 大家一定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以及你现在手头上的工作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 T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